我说我都起到紧张 你下来不是吗 你下来等到 紧张 紧张 你知道吧 各位朋友们 请看 这是哪里 我已经来到重庆祖城了 各位朋友 我想问一下你们 有多久没有陪父母了 有多久没陪父母出来耍了 说来也惭愧 我很少陪我爸爸妈妈 没得照头来讲 我总感因为我爸爸妈妈相处起来 大事没得 但是因为有一些小事 老子会发生口就矛盾 所以没找我朋友们 然后一重围带他们出来刷 他们的一个生活圈子 基本上也就维持在我们的路纸范围 甚至于大多数 都是维持在我们的乡镇上 这一次啊 曾经带我外公到我姨妈这边来刷的机会 我也想着帮我爸爸妈妈带你出来 到重庆祖城 各方面来刷一行 开过一行演技 然后所有的就是带他们出来 吃吃喝喝 语了一行嘛 对不对 作为一个女来讲 也不希望自己父母老了一辈子 没得多刷 没得多享受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这个条件 比以前那种年代稍微好一点点情况下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 尽可能的 过得好一点点嘛 中午还在银帮家吃喝饭 我们出去说 大家有刚好遇到小区 我们就有点休息了 现在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 我们可能大会也是出去吃饭晚饭 晚饭吃喝也差不多了 就可能早点休息 明天再正式的帮忙忙出去转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 重庆这边微不熟悉 对这边的刷的也尽限于 我在网络上刷的那里 人家寄过景点 红亚洞 街坊呗 什么 各种各样的地方忙 包括吃饭 我都找个地方 我希望各位朋友们 特别是我们重庆当地的朋友们 能给我推荐一下 重庆这边比较好刷 特别是师傅 我爸爸妈妈他们的一个年龄段 刷的一些东西 大家在刷的一个人 能够遇到你坑 能够壁垒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能够说 我希望这次带妈妈出来刷 能够知道有安排 让他们刷的开心一点 因为毕竟 妈妈妈他们能够稍微打一点 包括妈妈她腰杆不舒服 不要一天能够成果不得上 要打 我大家能够多忙西装 我希望让他们刷的一个人 他们能够刷的开心一点点 回归之后又做收获 这个问题有多劳烦各位朋友们了 再次特别感谢 现在我们也差不多出去吃完饭了 来 四两块点菜 四两四四 好嘞 自己都看过一点 干嘛 你来 你点哈子 四两吃哈子 你点哈子 你点哈子不吃哈子 来 一点你点 我不先 打住了 来 来 三叔 三叔 来 做了这么多时间的工作了 你们可以吃点我来点 来点 来点 来到重庆我们肯定是吃火锅 如果准备火锅是容易的 再吃点火锅 重庆的印象 重庆的印象 第一印象肯定是相当地是火锅 你要吃别的命的带你吃 黄后 三鲜 丸子 肥肠 肥肠 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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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吃了三鲜 就吃咖啥 就咋 先把这些猪一点倒进去 吃不得来的 再牛肚吃清了 一只别浪费 两毛钱 菜都吃不 这次又差一个人了 还好久到 我看 还有十多二十分钟 还得要黑的 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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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我就要见 等下我们标记和我一起吃饭 我都是见得过 我忙完外公他们没见过 来完还要吃饭 也没敢说了 是奶了 然后看着我还要黑的 那边只要被我卡到前面转 给我撒 不哭了 没那么哭 单身是比较大 然后你来留点个灯 来之后你对中间拉下进来 我们想你都喝了 可以了 嗯 你也可以就是待会儿来 整个人在那边 尝尝没有别可看 你这跟着我一起啊 能看能看他都不晓得啥 我说我都气得紧张很想你不想 紧张紧张 紧张紧张你知道吗 走 你要来给你老一碗 这是我加工 这是四两 加工比较 加工比较 没事吧 走到 这个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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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妹妹吓到吗 你妹妹吓到吗 吓 小鞋子 你妹妹有种群众的感觉 来吃饭吃饭吃饭 董筷子哦 老公的一串点 一起来一起来 这儿是不是 公稚